超級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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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個超級帥的系列! 就是我們上次有抽了兩個的 MOLI 蒸氣龐克動物機車 他是MOLI 的作者 跟日本蒸氣龐克設計風格大師合作的作品 除了這個封面很帥之外呢 他的隱藏版也很帥 他是鱷魚的造型 那我之前看官宣的時候 大師他有提到說為什麼這個隱藏版是鱷魚 是因為他覺得鱷魚就是他自己的化身 他是以他自己作為發想 還會把他當作是隱藏版 然後兔女郎是他的老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封面呢 兔女郎是他的封面款 旁邊的字體是燙金的樣子 還有齒輪 一些蒸氣龐克風格的元素看起來超帥的 然後呢我們上次抽過兩盒之後 Asta就覺得這真的是太喜歡 他就直接叫我去買一整中盒回來開箱 這個影片一樣就是會講一下重量跟手感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的開箱開始 好首先是第一盒 整個還蠻薄的感覺 沒有什麼特別撞擊 上下也還算滿 不過我這邊的資料顯示是他的最重 喔這隻是最重喔 第一盒就最重 最重會是什麼咧 會不會是 上次的那隻 我們上次那隻喔 那就試看看會不會是跟上次一樣的 看起來有機會喔 他的這個 車車很像 那我直接拿出來 好啊 就是欸 就是雪豹 那他的重量還蠻明顯的耶 因為如果你說他是最重的話 如果你喜歡這隻的話 就可以直接摸起來 那就直接來開箱 上次的那一盒 就是長這樣 然後他尾巴看起來超有趣的 有點像胡萌的感覺 而且這隻 臉上有微微的噓噓 但是不會到很明顯 就是不會搶他整個表情 他帽子超大一個的 還有非常符合 蒸氣龐克風格的望遠鏡 然後他的車子呢 是有稍微用塑料盒裝著的 不過只有一半 直接這樣打開 還有一個腳架 像這種 比較不穩的車子 會有一個腳架 讓他比較不穩一倒 然後就是這樣子 好在第二盒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輕多了 跟剛剛那個比 然後 左右有一點微 上下好像也有放動 就是反正我覺得這個還蠻輕的 嗯 他是最輕的 喔是喔 那就開了 我要直接開這隻嗎 好啊 這隻你的愛 輪椅王欸 對啊他馬上就出來了 他的鹿角帽好大一個喔 然後躺這樣 他單躺也可以 看要躺在草皮賽中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 他的 車車 然後就是 對 他的輪椅車 他這個也是有腳架的 好像比較高又比較短 他每一個腳架好像還是不同欸 要注意一下不能混摘型 這隻是 尋路的造型 他的臉 是正常模擬的樣子欸 整個坐姿超豪邁的 你從這邊看起來都看不出來有車車 然後這是他的卡片 再來是第三盒 欸我覺得這個晃動超明顯的 左右晃動很明顯 然後前後沒有 那我直接打開 哇這個車跟第一個有一點點像 不過比他小一點 這個是 欸 褲仔 褲仔 褲仔沒錯 他的帽子超可愛的 是很大的兔耳朵 超大 然後還有可愛的小尾巴 看起來很俐落的樣子 這隻很可愛欸 他帽子好浮掛喔 這個也是有腳架的 然後把他拿出來 然後把他拿出來 對阿車側是比較小台的 這隻好有趣喔 迷你的車子 可是 頭上帶了一個超重的帽子 感覺好像快要摔倒了 非常的難坐上他的機車 然後剛剛試了很久 有一邊還是一樣沒有不好 不過他帽子是很好看的 在第四個 我覺得這個前面比較薄一點 上下好像也算滿 所以沒有到非常重 可是整個是滿的意思 對啊感覺上是這樣 不知道會是長耳朵的呢 還是腳的 還是瘦腳型的 欸這個也是感覺比較小的車子欸 他是細長型的車子 他是趴著騎的喔 他是整個趴著的 他是 我看一下喔 應該是 山羊 對 他是山羊 然後穿的其實應該是 Lady的衣服才對 可是趴成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他的 然後就是他的 山羊腳 欸其實 其實他這個腳比想像中的輕欸 雖然看起來很大的 但是他的帽子是輕的 他這樣可以爬在叢林裡 然後背後也是有一個小尾巴 他的是 長型機車 反向暴走族的機車欸 後面有一個很長很高的 那個排氣管 很好賣的騎車方式 看他劈一劈就是他那個排氣管 快喔快了 快了 然後他的腳架感覺比較長一點 好再來第五個 哇這個 好蓬喔 超蓬欸 然後 感覺也是滿滿的 這個就是滿跟重就對了 對感覺算滿重 那可能是大帽子型的 喔喔 是他車很大欸 他這車好特別欸 我先打開好了 喔喔 狐狸的 應該是狐狸沒錯 我看一下 對他是狐狸 高型的那種車子 一隻 做得更 做得更奇怪了 呵呵 然後他尾巴的紋路做得好像 毛絨感都有做出來 然後他的帽子也是 超可愛的 有一點像 外路貓的帽子 這個車子好像比較平民 刺的一點 那個把手架超高 然後他也是有腳架 他是這樣 呵呵呵 意外的很方便 放放進去 對啊是很奇怪的方式 這樣騎 好笑喔 已經有點快要站起來了 排氣管超大 再來第六盒 已經準備要一半了 嗯 我覺得這個好像也偏滿 但是 比起剛剛那個 還要空滿一點點 哦 他是比較小一點的車 他車在旁邊 所以難怪覺得比較空滿 你說挖跟車擺放方式 對對對 因為有一些是上下擺的 啊這個是左右的 這隻叫做 手貓 他的帽子也蠻特別的 還有這種紋路 很時尚 對啊 他這隻也是 有一點穿裙子的 然後他臉的特別喔 妝感非常的強烈 戴著粉紅色的帽子耶 這隻是雪帽嗎 感覺是在很寒冷的地方 會戴的那種帽子 他耳朵也是一樣超大的 他側側好好玩喔 側側是這樣 這樣扁扁的 然後一截一截 有點像醜 哈哈 這隻沒腳架 嗯 因為他這看起來還蠻穩的 他的輪子是那種寬的 所以比較穩一點 再來第一器鴿 欸我覺得這個左右很滿耶 感覺好像壓得到東西 然後前後是會放動的 上下也會 然後他這個車子也是小的耶 是斜放的 輪胎也很有趣 很像 押馬路的時候會用到的 很像黏水泥土才會有的 然後這隻是 哇他還有一個小小的披風 這隻是綿羊 瘦腳 欸其實仔細看的話我覺得瘦腳也蠻好看的耶 瘦腳都好帥 對啊其實也都蠻不錯的很有特色 我本來是喜歡瘦鵝的 我覺得現在看瘦腳也不錯 而且他都是看起來很浮誇 可是是輕的 比較不會掉 好可愛喔 而且如果是瘦腳類型的 他的Moley臉就是不會有曲曲 不錯不錯這個也很可愛 而且他這個土耳其藍的顏色很好看 有點中東神秘感 再來第8個 喔這個旁邊也好蓬喔 而且我覺得蠻重的耶 上下也很蓬 好像有摸到凸點的感覺 該不會車子上下放的吧 我覺得這個也太蓬了吧 嗯 他是上下型的 車子也是放在底下 然後這隻 又是一個高帽子 現在看到高帽還在這邊 好麻煩喔 很麻煩 對 很容易倒車 也是一個黑地 對啊 他是狼 還穿那個有點像小丑的衣服 手上有花邊的 他的這個帽子很酷耶 還有一個很長的羽毛 感覺是伯爵型的耶 對啊 是蠻帥的啦 不過這種感覺就是很容易倒啊 頭上面太重了 車子 有一點像野狼齁 他的管子剛好是插在旁邊的 然後可以讓他不會倒掉 他的尾巴剛好可以靠在那個上面 就蠻穩的 除了他的帽子不太穩 再來第九個了 嗯 我覺得這個感覺夠輕 左右晃得比較明顯 上下是不會 然後左右我是覺得晃蠻明顯的 然後前後有一點點的晃 所以他的車子擺放就是側邊的 感覺車也有點扁扁小小 他是 咦 怎麼跟那個 那個 好像喔 沒有不一樣 我這樣看過去 鏡片顏色不一樣 這一個是 耳闊骨 好像喔 就是有一點爆紋的感覺 他以為拿到一樣的嚇死了 其實耳朵也有點像 他是鏡片顏色不一樣 對 鏡片顏色不一樣 這好像老農民 老農民 這間小寶上面前面有老農民 好讚 然後他車車是扁扁的 跟他的那一隻也是一樣三截式的 坐墊的這麼小一個 可能這隻比較小隻吧 意外的無疑 然後再來第十盒 我覺得這是超膨的耶 這也太膨了吧 前後有一個突點 超突的 上下也是超膨 左右是摸不到東西的 可是基本上這個地方是超膨的 嗯 來看看是什麼 結果我們到現在兔女黨都還沒出來耶 我覺得很可愛的封面款 喔他車子很大 在底下呢 我認得這個車子 喔 你看出來這個車子的小 這個我們有拿過了 這是 松鎖 然後我們就拿我們之前有開過的 好那就拿我們上一次的 雖然不是瘦腳類型的 他就沒有鬚鬚啊 他臉是沒有鬚鬚的 嗯 因為一般不是瘦耳的 都是有鬚鬚的臉 而且他還是帶比較輕盈的帽子 然後又配一台很穩的機車 突然間真的覺得高帽跟那種桌布呢 很麻煩 是啊 好像還是小小的就好 突然真的有點擺不起來 很容易倒 難怪這個也會是個樂款 因為這個實在是很穩 好再來第11盒 感覺又是平凡如期的 無以常日 他這個左右會晃 然後聲音還蠻大的 上下跟前後倒是沒有突點 但是也不太會晃動 那我覺得他應該 車子也是斜白的吧 嗯車子是斜白的這樣子 他的顏色超酷的 超紫的紫色 然後還有坐墊的 所以他的尾巴是分開的嗎 尾巴要自己組喔 嗯 感覺是軟熊本人的嗎 對不對 嗯這個是 軟熊 帽子蠻好看的也是紫色的 然後有兩隻羽毛 等一下他酒醉喔 他要掛著酒瓶 對啊掛著酒瓶 黑眼圈操縱 然後他尾巴要從哪裡插出來 從後面呢 他後面有一個洞 他的尾巴不是插在人身上啊 對啊為什麼尾巴是插在這個座墊外面 然後 這個好廣喔 左右換動蠻明顯的 我覺得整體來講 蠻輕的 所以 應該就是兔女郎了啦 結果我最喜歡的 後面款竟然在這個後面 好 那就打開了 然後他整隻也是趴著的 跟那隻 山羊有一點像 也是穿著澎澎裙 不過他是穿粉紅色的 耳朵很長很大 跟兔仔一樣啊 可是兔仔還是立著的 然後他是灰兔子 好可愛喔 長長的耳朵 他這個感覺不錯啊 坐墊看起來很舒適耶 超長 他整個肚子都開在上面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MOLI動物機車的全部開箱 我自己是覺得 其實不管是 瘦耳的還是瘦腳的 真的都是各有風情啊 每個都很有設計感 整個開箱之後呢 其實 反而是小巧一點的帽子 比較方便 雖然說高帽子看起來很帥啦 然後重量排序呢 由輕到重是這樣的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喜歡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